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近年来呢 这个天气实在越来越热 高温天气呢 甚至有时候会热到夺走人命 让人活活热死 从全球各区域气温升高的速度来看 当中以欧洲是最显著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 欧洲办事处他们提供的资料呢 欧洲气温升高的速度是差不多全球的两倍 从2000年到2019年 全球每年因为高温致死的人数呢 大约48万人 当中欧洲每年平均就有17万人热死 死亡人数占全球总人数的大约36% 那不只是人类无法抵挡酷热天气 在韩国 酷热的天气啊 也为当地的畜牧以及养殖鱼业 带来大规模的灾情 自今年6月至今 韩国境内啊 共有一万九千头猪 23万只家禽 以及超过3500鲑鱼暴毕 那热天气除了要懂得防暑 生活中也要留意 避免一些特定的物品留在车内引发火患 就比如常见的塑料瓶装 矿泉水瓶 而且还是装着水的瓶子 因为当气温升高的时候 放在车内是存在风险 会引发火灾的 或许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塑料水瓶的潜测危险是经过实验证实的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有一个卫生消防局的主管 他就进行了一项测试 结果就发现瓶装水像放大镜一样 它会折射阳光 然后在纸上烧出一个洞 他就解释说 当阳光射入车内 加上瓶子瓶内的液体 反射的特性能够将附近物体给加热 甚至加热到可以燃烧的程度 再来 如果喝下车里头暴晒太久的塑料瓶饮料 也可能会影响到人体的健康 这名消防局的主管也指出 带有锂电池的电子产品 比如电子烟 电动滑板车或者玩具 留在暴晒的车内也可能造成危险 这是因为电池周围的塑料外壳万一融化 那锂离子电池在高温下 如果受到阳光指射也可能会爆炸 专家警告 其他的日用品 比如气污罐 罐头和瓶装汽水和打火机 也不要留在汽车内曝晒 以免引起爆炸 而防晒霜 药品和酒精长期放在车内 也可能会变质 眼镜和太阳眼镜则可能会融化和变形 还有最后一项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就是大家需要再三强调的提醒 尤其对于父母 家长或监护人 他们特别需要留意 就是千万千万不要把年幼的孩子留在车内 尤其当气候非常热的时候 美国方面今年直到目前为止 全美国有十多名儿童在高温下被留在车内 然后死亡 而在马来西亚今年年初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一个医护人员因为疏忽把熟税的五岁女儿留在车内 四个小时之后回去看 他才想起 然后那个时候回去看的为时已晚 因为孩子已经活活被闷死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